2020年可谓是多灾多难的一年,好在这一年马上就要过去了,一下子又到了年末,很快就要迎来圣诞节了,相信很多在美华人和留学生也都非常期待这个节日。 因为圣诞节在美国就相当于咱们国内的春节,是美国人最最重视的节日,每年只要感恩节一过,所有的商场和店铺就会开始圣诞节装饰的布置,到哪都有着浓浓的过节气氛,一点也不输咱们的春节。 尽管今年疫情肆虐,也还是抵挡不了大家过节的热情,家家户户张登节采的圣诞树早就已经布置好了,当然,很多人也会选择在圣诞节出去度假。 圣诞节是圣诞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许多城镇都会在圣诞节前夕搭起木盆,点凉圣诞树,售卖各种手工艺制品,小吃饮料等。 圣诞节是上五彩缤纷的灯光和诱人的食物气息,让寒冷的冬季变得温暖。 那么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推荐一波全美最有节日气氛的圣诞小镇,今年的部分活动也许会受疫情影响取消,但带有节日气氛的圣诞灯示都会在。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,热闹的圣诞市集的确是一个好去处,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第一个,Livenworth, Washington。 华盛顿州的巴伐利亚风格的德国小镇Livenworth,一年四季都充满节日气氛,充满欧洲风情的建筑,挂满美丽的灯饰,连两旁的树也被装点的闪闪发亮,带给你浓厚而经典的圣诞气息。 在圣诞集市上,你可以看到21英里长的灯光、颂歌、烤粒子和热可可。 此外,在整个12月,这个小镇都会时不时举办圣诞音乐会周末排队,但是今年受疫情影响,所有相关活动全面取消。 尽管如此,彩灯还是会按时被点亮。 所以,戴好口罩出去看看彩灯还是没有问题的。 第二个是McCaydenville, North Carolina。 离夏洛特不远的McCaydenville为了圣诞节可是非常拼了,每年12月的时候,McCaydenville都会将名字改为Christmas Town, USA。 镇上的人家家户户都会把屋子装饰好,用数十万盏小灯泡点亮整座小镇。 他们会封路举行盛大的点灯仪式,周围还可以看到75英寸高的喷泉水舞,每10秒就会变换一次颜色。 这个仪式感满满的小镇已经持续了60多年了,每年都会有好多人慕名而来。 疫情期间的Christmas Town, USA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取消了,但是商铺还是会照常营业。 第三个是Kazier's Christmas Village, Pennsylvania。 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考萨圣诞小镇,作为一站式的旅行地,自1948年以来就是圣诞节的传统旅行地,也享有北美最大圣诞村的美名。 上百万的灯饰,各种商店,以及精心打造的圣诞嘉年华乐园,年年都是相当火爆。 今年受疫情影响,为了遵守CDC的规定,开通了线上预约通行证,同时严格要求保持社交距离,戴口罩和注意卫生清洁。 想去的朋友不要忘记提前到官网预约PrimeTasis。 第四个是Nevada City, California。 这座城市位于加州首府萨克门拉托东北约一个小市车城的地方,它的圣诞节号称维多利亚式圣诞节。 作为昔日的陶金城,有着很多具有历史感的维多利亚式怀旧建筑。 这个带着历史感的小镇,每到圣诞节,就会装连起无数圣诞灯饰。 热闹的圣诞世纪上,你可以看到穿着维多利亚时代服装的人们,唱着圣诞歌曲或是戏剧表演,真的是处处都充满着维多利亚式圣诞氛围。 这种强烈的美式怀旧风情,瞬间让你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。 今年的Victorian Christmas Festival还是会照常举行。 第五个是Branston Misery。 Branston被称为圣诞树之城。 每年的圣诞季都会有700多棵装饰树,整个小镇一到夜晚便会摇身变成灯火炫烂的圣诞城。 无数圣诞闪亮的灯饰都会闪耀起来。 Branston的银元城主体公园内有650万盏圣诞灯,还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,包括北极特快车和圣诞老人拍照等。 还有多利的迪克西牛仔表演,真是好不热呢。 第六个是Williamsburg Virginia。 在圣诞期间,充满历史风情的Williamsburg每户人家都会在窗户上点燃一支蜡烛。 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独立时代的传统。 鹅卵石街道和殖民地节日传统,比如火炬送歌和礼炮表演,让这个地方成为历史爱好者的必去之地。 不过,如果你想要感受现代圣诞气氛,可以去Bush Gardens看看美丽的灯饰,或是欣赏烟火秀。 Bush Gardens就在Williamsburg边上,它平时就是一个主题游乐园,但是每到圣诞就会点亮800万盏圣诞灯,摇身变成超梦幻的圣诞小镇。 只要你能想到的圣诞活动,比如圣诞列车,圣诞老人,DIY烘培等活动,都能在这里尽情享受和体验。 当然,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小镇,还有很多值得去的圣诞小镇,比如位于德州的Santa's Wonderland, 福蒙特州的Woodstock小镇,佛罗里达州的Saint Augustine,还有加州的Sauvang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。 由于疫情期间,许多圣诞小镇的活动都会有所变化, 甚至是被直接取消,所以小编建议大家在计划出行的时候,先上网查询下相关的节日活动信息。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,欢迎订阅关注我们,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。 爱生活,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